可爱的毛巾娃娃 鲜艳的绘画 这些是一群孩子在公益园游会一埋的作品 他们来自偏祥的御游院 因为受虐 家暴 经济弱势的因素 身心灵接受到创伤 除了生活困难 这些阴影也让他们在求学路途中 渐渐遍离了轨道 他们可能会被这些黑暗的势力给吸收 或是贩毒 可能甚至晚餐都没得吃 饥寒起到心啊 所以这些小朋友也甚至有些 就是可能有偷窃的一些行为 基本上念书对他们来说 窃可能是很痛苦 因为各方面都好 所以在学校 他们没有办法跟正常的学生一起学习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课后的辅导 为了帮助这些偏向孩童 新人类把爱转出去协会 成立课后辅导及心灵辅导 长期助学计划 与许多地区的游游院和相关机构合作 募集资金 聘请客服老师 为孩子进行课后辅导及心灵协助 并举办公议员游会 让孩子学习与人互动交流 毕竟年纪肤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嘛 那我们透过让孩子去逸卖的这个过程里面 去学习到说原来我跟人讲他要这么说 那你借由别人的一个回馈 不管是可疑的或是实质上的一个 支持他然后跟他共同 然后就去生孩子的一切心事 除了课业上的辅导 在游游会中 孩子们鼓起勇气 跨出第一步 透过逸卖表演 在与人群的互动中享受快乐 了解自己的价值